8月27日,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放出新歌MV前奏 MV中他穿黑色衬衫搭配黑色帽子 开着敞篷跑车,身后风景十分美丽 他配文歌说话送话,说好的前奏来了 有没有一种回到黑色幽默的造型 五月天阿信留言,为什么我也有回到20岁的感觉 昆林也迅速回应,也冒爱心的表情符号 周杰伦也随即回应,帅吧 近日周杰伦在社交平台发文 听到很多人觉得歌曲赶快丢出来,等不了专辑了 那我只好过几天丢出几秒前奏加上MV 你们觉得如何,按赞数超过20万代表接受 没超过就代表等明年 粉丝纷纷留言,哥,你开心怎么都行,我速去按赞 此前周杰伦回复粉丝催专辑评论 歌迷问,哥,新专辑有消息吗 周杰伦回复,我也在等消息 粉丝看到纷纷留言调侃 觉得他在暗示方文上歌词没有写完 熟悉周杰伦的朋友都知道 由周杰伦帮文山合作的歌曲 几乎每一首都是经典 sobre那一首都ям有当讯水就会出现 我 arteries就会再用到口罩文家 啊 你识论